各位中信网的朋友们 大家新年好 今天是武汉封城的第十天 我呢现在是做好防护 准备下去丢垃圾了 说是做好防护呢 其实也就带了一个口罩 因为像手套啊 消毒水啊 酒精啊 这些已经全部买不到了 那我们的垃圾呢 也是全部按照要求分类的 生活垃圾 还有我们的口罩 都是单独分开装 单独分类 现在坐电梯下楼 非常时期 非常对待 我不敢直接接触电梯 进到电梯里面呢 就有一股混浓了 这个消毒水的味道 应该这里是每天都消毒啊 你看我们上面已经贴了 今日已消毒 出门就可以看到 这个贴在门口的 告武昌市民书 以及倡议书 倡议大家都不要出门 有什么事情 紧急的事情都可以 直接联系社区 上面都告诉了 我们社区的电话号码 垃圾桶全部都分类了 生活垃圾跟口罩是单独分开丢的 这样也有个坏处啊 就是现在闹得 沸沸扬扬的回收二手口罩 这样子呢 更加容易别人把口罩拿走 所以说能不能把它设计成 只能投进去 拿不出来的那种 现在小区里面是一个人都没有 阳光虽好啊 但是我们还是能不出门就不要出门 非常时期 小区也只开了一个侧门能进出 好 现在出到这个小区外面 一看我们这个商业街 全部都是空的 一个人都没有 以前人山人海的步行街 现在是了无人烟 不远处的地铁跟公交车都全部停运了 什么时候能够继续运营呢 还要等通知 现在店里的商品基本上已经卖完了 封城的那一天 我把蔬菜水果全部是有5J以下的价格 卖给周边的居民的 虽然说亏了不少钱 但是也算是为这次灾难 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吧 现在每天都有顾客问我 什么时候能够开门营业 我也不知道 我也非常想开门营业 但是员工在老家回不来 车也出不去 拉不了货 开不了门 现在我每天能做的就是来店里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设备 看一下这些货架 看一看就觉得心里安心不少 东西在 人在 希望就在 加油武汉 加油中国 等到开年春风来 欢迎大家到武汉来吃热干面 看樱花盛开 祝大家新年快乐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